这一条方程呢,我们看到,头四个东西呢,有x,有y 发觉呢,原来是可以固定的 固定完之后呢,我们就会有3x加y 乘以y减2 这块东西呢,就等于2了 然后我们观察到呢,这条题目呢,就要我们找整数解 也就是我们找出来的解呢,x和y都要是整数 那如果我们代入x和y都要是整数的话,那我们就会见到 左边括弧的这一块呢,将会是整数 而右边这一块都会是整数的 那之后呢,那一块整数乘以另一个整数呢,就要等于2 那,幸好这个是2,那2的拆解方法呢,就不是很多 就只有4种,那我们一起来看看 2呢,就可以写成是1乘以2 又或者是2乘以1 又或者是-1乘以-2 又或者是-2乘以-1 那这里有4种,那如果你拿出来拆解的话呢 那就可以分开独立讨论了 3x加y 又或者是y-2 又或者是y-2 那这块呢,就是这样的 4种情况 一种呢,就是... 说过啦,1乘以2 2乘以1 -1乘以2 或者-2乘以1 那如果细心拆解,搞定了这些联立方程的话呢 那你就发觉,咦,上面这4组东西呢 solve到出来,那就只有2组解而已 那就是呢,这2组了 也就是x等于1 y等于1 那又或者呢 x的第二组解呢 就是... 都是-1 y是4的 那... 就是有画面看到的 这两组解了 那这条方程呢 我们看到有些平方就在这里加加减减啦 那就令我们想起,不如我们把它配方来 那配方之后呢 这个方便是x平方 -y-1 这个东西的平方就等于60 那这个方呢 还可以拆多一重 那拆多一次之后呢 我们就会有x加y-1 这个东西乘以x-y加1 的 这个东西等于60 然后... 那... 就... 由这个正整数解出发 正整数解就是x 和y都要是正整数啦 那...之后呢,我就claim 这个东西 就是左边这个括弧呢 就是x加y-1 这个东西呢 就会大个 或者等于右手边这个东西 x-y加1 那...这个需要大家花一点点时间 去了解一下的 那...用到的条件呢,就是 这两者,x和y都要是正整数啦 那...不单止 我们括弧这个东西 除了左边那个大鱼 右边那个之外呢 他们... 还是同机偶成的 那... 那...说的就是说 如果... 左手边那个... 是... 单数的话呢 那...右手边那个 都要是单数的哦 那...但是... 我们知道一个... 基数乘以一个基数的话 那就... 没可能会等于右手边60 就是一个偶数啦 那... 所以我们得出的结论呢 就是... 左手边的这个东西 和右手边的这个东西 都需要是一个偶数的 那...然后我们看看60 可以怎样被人测啦 那...最原始 这个质因分解 60可以等于什么呢 可以等于1乘以60啦 2乘以30 3乘以10 4乘以15 5乘以12 乘以10 之后6乘以10 那...7、8、9 都没得解的 那...我们就有这6组啦 那...之前说过啦 我们... 我们要... 这两个因子呢 都... 要同时是偶数才行的 那...我们看看啦 那... 首先... 1... 3... 5... 不用想啦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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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看到... 4乘以15呢 这个... 都是一个基数来的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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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剩下的呢 就会等于这两组解啦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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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別就是第一組xy就是16、15 而另一組就是8和3 這次得定方程就有這兩組解 1 mlnm